继续学改写程式 当然我会觉得就是说 在开发人员聚集这个地方 这个户数收集 户数收集 我觉得当我们做完了注解之后 我们原则上还是要去谨慎一点的话 就是再执行一次看看说 能不能正常的执行 也就是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这边有一个户数收集执行 那现在他完成的是新北市 可是我们第一次要做新北市 第二次要做台中市 第三次要做高崇市 我们应该一路坐下来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想办法要做台中市 第三个城市 好那所以我们去修改一下我们的城市 让他可以继续做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变动的 这个户数收集资料的一个聚集 第一个要变动的 应该是这个地方要变动 原则上原则上我现在我抓的是一百年 我还是做一百年 因为最后他在这个地方 他有进行一个往下降 那个是在total那张资料表 往下降一个无关我们的list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改掉 改成什么呢 作用中 储存格的值 两撇空一个and空一个 接下来移到这个后面 空一个and空一个 两撇 这样就接起来了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修改 修改成作用中储存格的值 这样就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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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